我姐端满菜出来 你去不过你为什么抓到我姐 就看她不顺眼 平时他们家人我都看不顺眼 就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 我妈两口子吵架 她情不过跑我妈来吵 当着面她就指着我妈妈说 我不是你的儿媳妇 你不是我的婆婆 女子在家横行霸道 看谁都不顺眼 只因婆婆偏心大姑子 女子心生妒忌 直接将大姑子毒打了一顿 大姑子恼羞成怒 对着弟媳破口大骂没教养 女子跟丈夫吵架后 无缘无故将火气撒在婆婆身上 还放出狠话要断绝婆媳关系 这样作妖的妻子 把丈夫气得大发雷霆 直言这样的媳妇要不得 这婚必须离 可接下来女子的做法 实在让人大为愤怒 结了婚过后 每年都要吵一次 她吵架跟人家方式不一样的 她都是过年的时候吵架 家里人亲戚朋友那么多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该怎么吵怎么吵 该怎么闹怎么闹 我实在接受不了 眼前看谁都不顺眼的女子是美女士 一旁被气得暴跳如雷的男子 是她的丈夫张先生 说到妻子的行为 张先生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坦言 妻子在家里表现得极为霸道 完全不讲理 经常因为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就对他姐姐动手 根本不把周围的人当回事 张先生真的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他表示 这样的女人 谁爱要谁要 反正她是不要了 张先生说 她和妻子结婚十多年了 但妻子的火爆脾气 越来越让人受不了 妻子经常因为小事就大发雷霆 对母亲不笑 对姐姐不敬 稍有不顺心 就在家里大闹 特别是过年家庭聚会时 妻子总是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大闹 完全不给她留情面 也不尊重她作为丈夫的地位 三天两头就吵架 妻子的行为实在过分 张先生接下来揭露的事情 更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愤怒 事情的起因是 张先生想让远嫁的姐姐来家里替年迈的父亲开出租车 并希望她能在家里过年 然而 妻子却拒绝姐姐住家里 并在亲友面前 让张先生难堪 两人因此频繁争执 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妻子还会在争吵后砸东西 张先生感到无法忍受 决定与妻子离婚 美女士表示 自己原本同意大姑姐来家住 但不满公婆的安排 让大姑姐睡床 而丈夫却得睡沙发 她觉得这不公平 担心丈夫休息不好 会影响工作 她为此抱怨了几句 却没想到 丈夫不站在她这边 反而支持姐姐 更令她难过的是 她和婆婆关系紧张 婆婆常在背后说她坏话 在婆家受了委屈 丈夫不但不帮她 还因此提出离婚 美女是觉得 丈夫提出离婚 是婆家人在背后捣鬼 如果只有他们俩生活 丈夫对她非常好 但一涉及婆家人 态度就变了 所以她很抵触婆家人 然而张先生却表示 如果妻子真的关心她 可以和她商量 而不是直接拒绝 大姑姐来住 甚至对姐姐动手 对此 美女是并不认同 那么大姑姐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请大姑姐上台来说说 这位优雅的女士是 大姑姐 旁边的是张先生的母亲 大姑姐说 她住到家里 是父亲的决定 她原本打算去外面租房 但父亲觉得 她住家里能照顾母亲 还能省房租 然而 自从她住进来 弟媳就对她不满 她结婚后 只有过年才回家几天 从未和弟媳有过矛盾 不明白弟媳为何如此对她 婆婆觉得 如果是儿媳的家人来住 儿媳会很欢迎 但她的女儿来住一段时间 儿媳就看不惯 显然没把这个家放在心上 儿媳听到婆婆这样说 立刻反驳 指责婆婆无事生非 让大姑姐住进来 还让她丈夫睡沙发 她质问婆婆 难道大姑姐是公主 只能睡床 不能睡沙发 婆婆被气得血压升高 指责儿媳小提大做 她说 大姑姐因工作关系 来家住几天 儿媳不热情招待 还斤斤计较 她认为住哪里都一样 从没说过 让大姑姐必须睡床上 婆媳俩争执不休 互不相让 美女士强调 她是无意中 听到公共打电话的 而婆婆则坚决否认 认为 这只是为大姑姐开脱 主持人问美女士 她到底是 介意大姑姐睡在床上 还是介意大姑姐来家里住 美女是不满 大姑姐来家住时 把丈夫赶到沙发 而她睡床 觉得不公平 因此和丈夫 公婆产生矛盾 丈夫因此提出离婚 大姑姐表示 弟媳对她有敌意 两人曾在过年期间 发生冲突 弟媳甚至对她大打出手 大姑姐还了手 但被弟媳打败 最后母亲报警 大姑姐不明白 弟媳为何对她 有这么大仇恨 后来才得知原因 原来在某次回家时 大姑姐在分发小叔子买的鸡腿 而弟媳晕车 表示不想吃 于是大姑姐就把鸡腿放一遍 但后来弟媳美女士 却因此是心生不满 认为大姑姐 没有主动递给她鸡腿 是对她的不重视 这导致两人关系紧张 美女士还指责婆婆 常在大姑姐前诋毁她 使得大姑姐对她有偏见 并在小事上 故意忽视她 甚至挑拨她与丈夫的关系 大姑姐则称 只是在倾听母亲的委屈 并未传播弟媳的坏话 对此感到冤枉 而说到委屈美女士的婆婆 更有发言权 婆婆说 儿媳进门后 总对自己挑三拣四 过年时 她辛苦做了一大桌菜 还特意做了儿媳爱吃的 但儿媳还是不满意 非要她加菜 觉得这样才显得重要 可家里人多 如果给儿媳加了 其他人也要加 一顿饭下来 她都不用吃了 所以她没加 结果儿媳就大闹一场 说自己不把她当儿媳 每到过年 儿媳就爱在亲戚朋友面前 大吵大闹 让她很为难 她只希望 儿媳能懂事点 别让邻居看笑话 但美女是觉得 婆婆在饭桌上 给家人加菜 却忽略了她 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张先生则认为 妻子太小气 一点点事都能闹大 总是觉得别人有错 自己已经忍了她十年 现在想过个清静日子 今天必须离婚 目前的你 支持张先生离婚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